八岁女孩一觉睡醒 却发现自己被困在大楼的地基里 她还没搞清楚状况 水泥竟然涌了进来 一点点灌满这个狭窄的空间 惊慌失措的女孩不停求救 拍打着沾满水泥的墙壁 但是没有人应答 她只能带着绝望的眼神 一点点被水泥淹没 而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竟然是女孩的父亲 她是个笃信宗教的建筑师 认为只要把人封存在建筑里 完成生命和灵魂的陷阱 就能让建筑永垂不朽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她就这样活埋了亲生女儿 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15年后 她设计的大厦就面临拆迁 负责这件事的工程师叫曼莎 为了测算爆破需要的数据 她走进了这座荒废的大楼 一眼就看见大厅柱子上的诡异记号 她走上前想要仔细查看 旁边的门却突然开了 来人是这栋楼的管理员 得知曼莎的身份和来意后 管理员叫来自己的儿子杰米 让她带曼莎去房间休息 一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杰米提醒曼莎 千万不要去八楼和楼顶 因为建筑师曾经就住在那里 她失踪后就经常发生诡异的事 可是当疑惑的曼莎想要进一步追问时 杰米却又闭口不言 她只能先压下心头的疑虑 曼莎来到自己的房间 想先洗个澡 当她闭眼泡在浴缸里时 却突然听见了诡异的声音 可是当她匆忙起身查看 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她没心思泡澡了 只想快点去休息 就在她准备去卧室时 墙上的木窗突然被打开 原来是管理员来了 贴心地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 曼莎哪有心思吃东西 抓住机会问她 为什么这大楼明明没人住 很多房间却还放在行李 管理员则轻描淡写地说 只是没有人来去而已 主打一个废话文学 紧接着她主动问曼莎 知不知道这栋楼的历史 可是当曼莎说自己不知道 想详细了解的时候 她却会莫如生不愿多说 曼莎的心里控制不住地不安 只想尽快完成工作 她发现设计图纸似乎有一处漏洞 一处墙壁的厚度 竟然比设计图上多无名 曼莎想搞清楚这种种怪异现象 她上网搜索后得知 不仅大楼建筑师曾遭遇谋杀 而后离奇失踪 她的女儿和大楼的住户 更是相继去世 胆生毛的曼莎决定独自调查 她无视了杰米的警告 独自来到了八楼 又顺着楼梯来到楼顶 终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里面有一本笔记本 翻开一看 发现这是杰米的 写的竟然是自己来大楼后的一举一动 显然是一直在偷窥她 她不仅不害怕 还饶有欣慰地笑了 从楼顶下来后曼莎找到杰米 再次问起她能不能去顶楼看看 不出意外地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曼莎直接明牌 说自己已经去过了 里面没什么危险 只有青春期男生的暗恋笔记 杰米听得脚趾抠地 但还是坚持说八楼很危险 不信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但不等他俩去看 意外就发生了 这栋大楼竟然是用活人胶筑 建筑是为了赋予大楼灵魂 不惜用16条人命作为祭品 甚至包括她的亲生女儿 但她想不到 仅在15年后 这栋大楼就面临着被爆破拆除 工程师曼莎找出最佳的爆破点 在上面画出红叉 突然 一个男人手持斧头朝她出门 一下下劈砍着墙上的街头 终于男人停下 气喘吁吁地骂着曼莎 原来她是大楼的钉子虎 激烈反对拆除计划 无能狂怒的 她只能靠这种方式宣泄不满 曼莎吓得倒在地上 心想这是什么品种的神经病 这件事后 曼莎马不停蹄找到杰米 她迫切地想要去神秘的八楼看看 杰米用钥匙打开房门 里面就是建筑师住过的地方 连斩灯都没有 墙上有一个大洞 建筑师女儿的遗体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此外这层楼还发现了15具尸体 其中就包括杰米的父亲 据说凶手是大楼的租客之一 她从密道逃脱后 警方一直没能再找到她的踪迹 曼莎觉得自己提起了杰米的伤心事 于是转移话题 想再了解一下建筑师 杰米却说他们很快就会见到她 曼莎心头一颤 好在杰米所说的只是墙上的画像 见曼莎被吓到 她幼稚的恶作巨星更深 开关手电吓唬曼莎 两人还在打闹 钉子户男人的身影竟然出现在屋外 杰米连忙追了出去 把曼莎一个人留在原地 她只能捡起地上的手电独自往回走 但没走几步 手电就坏了 一片黑暗之中 曼莎听见恐怖的童谣 唱着要把她埋进水泥里 惊慌失措的曼莎无头苍蝇一样跑着 试图找到出口 却一下子摔倒在地 好在杰米终于感到发现了她 曼莎回到房间后 向杰米说起这怪诞恐怖的经历 杰米却说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只是给她处理膝盖上摔伤的口子 擦着擦着手就往上移 曼莎及时开口制止了她 为了掐灭这个青春期少男的心思 第二天曼莎就叫来了男友 她也向男友说了自己的遭遇 还带着她重返大楼八层 两人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大楼管理员站在里面 身边的洞就是她丈夫的被活埋的地方 她对着丈夫的灵魂喃喃自语 然后从另一个出口离开 曼莎见状赶忙追了上去 但是那扇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 两人在里面四处探查 曼莎忽然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三角 她摁了下去 旁边便出现了一个密道 胆生毛的小情侣走了下去 路上发现一个玻璃窗口 另一面竟然就是她的浴室 原来她在洗澡时听见的声音不是幻觉 而是杰米就在这里偷看她 两人出来后 气不打一处来的曼莎要和杰米对质 对方当然咬死不认 曼莎也无可奈何 但这让她彻底没了耐心 回去加班加点工作 想要提前完成任务离开这里 女人发现眼前的墙壁在流血 她伸手触碰那个伤口 血迹却突然消失 接着墙壁伸出手一把薅住她的脑袋 把她往墙上摁 她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等她再次清醒 已经被困在地基里 水泥慢慢流进来 不用多久她就会被活埋 她吓惨了 不断拍打着墙壁呼救 但这只是徒劳 她渐渐被水泥淹没 曼莎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梦境 即使是梦 曼莎也心有余悸 她把测量出的数据发送给同事 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杰米却突然找上门 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还带来一份资料赔礼道歉 曼莎翻看一看 是大楼的设计手稿 里面有很多设计图纸上没有的信息 建筑师在楼梯中间预留了很大空间 却没说明用途 好奇心过剩的曼莎叫上男友和杰米 三人一起去探查 可是不是怎么的杰米突然消失 曼莎和男友一番寻找 在楼顶的一个天井便找到了手稿 下面还传来杰米的呼救声 曼莎觉得她遭遇了不测 于是只身下警救人 男友则在上面望风 突然之间 一只飞镖射出正中男友心脏 他当场死亡 曼莎也摔下了井 杰米出现在井口 淡定自若地丢下一张纸条 曼莎捡起一看 上面写满了给她的土味情话 杰米不能接受曼莎和男友离开 于是故意吸引他们来这里 然后除掉男友 再把曼莎永远困在这里 等他看完信 杰米便盖上了井盖 而被困在这里的还有一个男人 他就是大楼的建筑师 原来他把杰米的父亲献祭给了大楼 杰米和母亲为了报复 便把他囚禁在了这里 甚至主动为建筑师掩饰罪行 只为了不让警方找到他 那个钉子户男人 就是母子俩栽赃的冤大头 他被警方列为嫌疑员后无处可去 突然想到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一直住在这里 阻止曼莎测算也只是因为 这栋楼被炸后 他就真的无家可归 曼莎遭遇的种种怪异现象 也都是他们在装神弄鬼 建筑师已经被困了十多年 他也不想出去 甚至给自己挖好了床位 要把自己也活埋 献计给这座大楼 曼莎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他拿出杰米丢下来的对讲机 主动向他服软 什么叫告白哪个叫情话 统统来一遍 但杰米却不为所动 他知道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没多久曼莎的同事就来了 他们准备把这栋楼爆破 杰米得不到就打算毁掉 他装作无事发生 想让曼莎被炸死 爆破人员已经开始倒计时 曼莎只能不停对着对讲机 气到哀求 希望杰米能良心发现 终于 在最后几秒 杰米突然冲向大楼 工作人员连忙关闭引爆开关 跟随杰米一路来到天井 发现了已经没有反应的曼莎 众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工作人员质问杰米到底做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 而是纵身跳下了天井 煞时间头破血流 死在了曼莎身边 好在曼莎并没有死 工作人员救出了他 离开了这栋恐怖的大楼 建筑师疯狂的信仰 是这个悲剧的开端 为了所谓的永垂不朽 他不惜牺牲16条人命 也摧毁了16个家庭 杰米的母亲为了给丈夫报仇 不惜把嫌疑嫁祸给无辜者 导致他流离失所 他为了离丈夫近一些 执意带着儿子久居大楼 也缺乏对儿子的关照 导致他对爱向往又偏执 进而导致了又一个悲剧 兄妹二人把亲生母亲按进水里 他眼里充满恐惧和绝望 奇怪的是他完全不挣扎 不久后就没了呼吸 兄妹俩连忙把母亲拖出来 焦急地给他做心肺复苏 这并不是谋杀 恰恰相反 这是拯救母亲的唯一办法 就在一个星期前 因为太阳的异常活动 全球的电子设备筒筒失灵 比这个更可怕的是 全世界的人类集体失眠了 就连医院里沉睡了几十年的植物人 都苏醒了过来 在灾难的第一天 退役军医安娜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却得知安眠药的价格忽然翻了好几倍 于是他准备多花点钱去医院买 谁知就在路上出了意外 一辆货车从侧面撞上安娜的车 一家三口连人带车翻进了河里 好在安娜和儿子会游泳 他们浮在水面 焦急寻找着不会游泳的女儿 好在巡逻的警察先一步发现了她 已经把她救上了岸 女儿休克了足足一分钟才苏醒过来 好在身体并没有大碍 但安娜的额头却破了个大口子 得去医院处理 失眠的人数猛增 失眠患者恐慌地涌入医院 但医生却束手无策 甚至他们自己都睡不着 当晚安娜也依然睡不着 身边的女儿却睡得正香 这让安娜觉得问题不大 只是自己失眠症更严重了而已 她再次出门找安眠药 却发现大街上挤满了人 要知道现在可是凌晨三点 显然这些都是失眠的人 安娜找到以前的同事拿药 可同事却一脸凝重地说 失眠的不只是她 所有人集体失眠了 更棘手的是 吃再多安眠药都不管用 就连直接注射麻醉剂 人类也无法入睡 安娜却不相信 因为她的女儿 现在就在家里呼呼大睡呢 朋友却又惊又喜 原来各地政府翻了个底调 也只找到一个 还能睡着的老太太 而且已经成立专门的 实验室研究她 朋友觉得安娜的女儿 也是研究的好材料 让她把女儿也送去 朋友的话提醒了安娜 她害怕女儿也被抓去做研究 登上祖传的自行车 就往家里赶 此时马路上已经出现了军队 用以维持秩序 安娜回到家却发现 女儿已经不见了 她心慌不已 好在儿子收拾奶奶 带着妹妹去教堂了 安娜赶紧收拾应急物品 准备去教堂接上女儿就走 但慌乱之中 她察觉到自己的脑子 已经不太清楚 于是为了验证 自己是否清醒 她随便找了一个电话号码 读了两遍记住后 立即开始默写 没想到十个数字 竟然错了两个 当过军医的她知道 因为自己已经失眠48小时 大脑的思考能力 已经受到了影响 失眠72小时 就会出现幻觉 再继续的话 就会危及生命 但她什么根本顾不上 现在她只想保护女儿 安娜和儿子来到大街上 到处都是神志不清的 失眠患者 甚至开始零元够了 等他们赶到教堂 女儿能睡觉的秘密 已经暴露 疯狂的教徒们 要把她献祭给神灵 觉得这样就能解决 失眠问题 这是安娜的前同事开口 她再次提议带女儿 去做研究 用科学手段解决 但保安已经神秘心窍失了智 直接朝她开了一枪 教堂也变得一片混乱 安娜趁机带着两个孩子逃了出来 冷静下来后 儿子却觉得送妹妹 去实验室是对的 因为如果研究不出解决办法 他们根本熬不了几天 等所有人都困死了 小学生妹妹一个人 根本活不下去 这倒是实话 安娜也放弃了逃跑 找了一辆汽车 带着儿女前往研究中心 失眠56小时 安娜已经头痛欲裂 儿子也变得极度敏感 马路上到处都是撞毁的车辆和尸体 到了失眠的第三天 他们抵达了一个图书馆 安娜让儿子待在车上 说自己带女儿进去找个地图 女人竟然在叫八岁的女儿开枪 因为全世界的人集体失眠 过不了几天 人类就会因为困死而灭绝 她的女儿是为二还能睡着的人 为了让她活下去 安娜想尽可能多地教女儿一些自告承断 突然 儿子走了出来 质问安娜为什么要对她开枪 可儿子不是一直在车上吗 原来因为持续失眠69小时 安娜已经出现幻觉了 为了检验自己的精神状况 她又默写了一个十位的电话号码 但她竟然直接少写了一位 安娜知道自己撑不了太久了 匆匆带着孩子赶去研究中心 希望研究人员能靠她的女儿 研究出失眠的解决办法 长久的失眠让社会陷入了混乱 崩溃的人们开始斗殴抢劫 路上随处可见困死的尸体 监狱也已经失去控制 犯人们都被放了出来 囚犯困的命都要没了 脑子里还想着点废料 想让安娜容貌娇好的儿子留下 安娜直接朝他开了一枪试镜 但棘手的是 这已经是最后一颗子弹了 眼看大事不妙 一个陌生囚犯开来了安娜的车 让他们赶紧上车 他看上去神志还很清楚 原来这个犯人是资深熬夜冠军 所以失眠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小 得知安娜的女儿有可能成为救世主后 囚犯决定和他们一起去研究中心 晚上安娜甚至交年幼的女儿开车 不仅是让他多一项保命技能 非常聪明 小小年纪车开得稳的一批 突然 他们面前出现一个路障 仔细一看 是好几个人被倒挂在树上 不等他们想清楚这是为什么 一群神志不清的人冲上来 发疯式地拍打车身 玻璃也被他们砸碎 眼看女儿要被癫狂的人拽下去 安娜伸手用力摁住油门 才好不容易逃走 到了凌晨 他们终于抵达了研究中心 驻守的士兵看上去都很精神 难道他们已经研制出解药了吗 但他们紧接着就看见 一位军医拿出了兴奋剂给士兵注射 原来他们不过是靠这个提神 为了安全起见 安娜让孩子们和囚犯先躲在研究中心外面 她则扮成研究人员先去打探情况 安娜换上研究人员的衣服 偷偷溜进实验室 里面躺着一个老太太 她是除了安娜女儿外唯一能睡着的人 所以被抓进来研究 仅仅几天过去 她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这让安娜改变了主意 看研究人员的手段 女儿近来估计小命不保 而且现在研究依然一无所获 于是她决定放走老太太 把女儿托付给她 让这两个幸存者相互依靠 能活多久是多久 突然研究人员走了进来 安娜的救援计划被打断 只好先行离开 就在此时 安娜看见自己的车开进了研究中心 竟然是犯人为了活下去 擅自带来了安娜的女儿 你小子这把离子蹲得确实不冤 安娜试图反抗 却根本敌不过鹤枪实弹 还打了兴奋剂的失败 没几下就被死死摁在地上 一场神秘的失眠正席卷全球 安眠药和麻醉剂都失效了 人类集体失眠的第六天 世界上的人已经困死了一大半 全球只有两个人能睡着 都被抓去做研究材料 一个是80岁的老太太 一个是8岁的小女孩 医生让女孩吸入麻醉剂 她果然渐渐睡去 医生大喜过望 立刻抽取了她的血液进行检测 那个老太太经过一系列的实验 已经是奄奄一息 但医生不愿意就这样失去仅有的实验体 继续用除颤一试图抢救她 此时已经是人类失眠的第150个小时 仅存的人类情况也进一步恶化 一个濒临崩溃的护士神志不清 突然开始自言自语 一个士兵把松果看成手榴弹 突然疯狂开枪 巨大的枪声击穿了众人的理智 越来越多人陷入崩溃 一场混乱的屠杀开始了 连医务人员都被杀害 一个女医生让同事帮自己注射兴奋剂 但同事困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竟然忘记排出针管里的空气 女医生当场去世 趁研究中心陷入混乱 安娜和女儿逃了出来 女儿找到了哥哥 但她已经精神错乱 居然把镊子伸进了电缆 想要切断研究中心的电源 巨大的电流瞬间将它弹飞 瞬间没了呼吸 关键时刻 女儿跑回实验室 拿来了医生刚刚使用的除颤仪 两个门外汉想抢救 但母女俩根本不会用这玩意儿 一打开机器 母子三人都遭到了电击 第二点早上 被电晕的女儿悠悠转醒 而安娜依然睁着寒泪的眼睛 突然 女儿发现哥哥的睫毛在轻轻颤动 原来她不仅没死 还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但此时已经是失眠的第八天 安娜已经快不行了 她虚弱地躺着 等待死亡的来临 这时女儿突然想起 失眠事件爆发的那天 一家三口遭遇车祸落水 而她更是休克了一分钟才苏醒 昨晚哥哥被电击 明明已经没了呼吸 却能奇迹生还 妹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只要死经历过冰死状态 就能恢复睡眠能力吗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 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兄妹俩立即将奄奄一息的安娜带到河边 狠心将她沉进水里 没多久安娜就停止了挣扎 两人连忙把她拖上岸 立刻开始做心肺复苏 随着儿子的动作 安娜的心跳渐渐恢复 电影也在安娜的喘息声中结束 昏迷四年的植物人竟然怀孕了 男护工自然成了第一嫌疑人 同事们却都不相信 因为乔治是医院的头号老实人 待人友善工作认真 最重要的是 乔治是弯的呀 而且这份工作他都干了四年了 对于照顾植物人这种脏活泪活 他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不管是理发梳妆还是按摩清洁 每一项工作他都尽心竭力 甚至为了帮助病人苏醒 他每天都坚持和植物人聊天 以至于包括病人父亲在内的所有人 都接受乔治照顾这个女病人 可是一个同事犹豫着开口了 他昨天听见乔治和朋友聊天 乔治居然想和女病人结婚 原来早在四年前 乔治就单方面认识了病人佩奇 他家的窗户正对着一家舞蹈班 佩奇每天都在里面上课 乔治一眼就爱上了他 佩奇的每一次舞动都牵动着他的心 他经常在窗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不愿错过佩奇的歉影一分一秒 可惜他一直找不到机会搭讪 直到某天 下课的佩奇不小心掉了钱包 在楼上的乔治看见了 一个闪现到了楼下 捡起钱包就追了上去 第一次接近女神 乔治紧张地说都不会话了 走都不会路了 佩奇都觉得他是个跟踪狂 主动开口问他后 乔治才赶忙拿出钱包 于是跟踪狂喜提好人卡 在乔治的主动要求下 佩奇同意让他送自己回家 两人聊起了天 乔治是个资深肥宅 感情精力也全是空白 文化水平也不高 而佩奇不仅是个现冲 还热爱舞蹈和电影 搞艺术的和搞家政的 自然是没什么共同话题 即使乔治的心思昭然若揭 佩奇到楼下之后还是直接走了 留下乔治痴痴看着他的背影 但他没想到 乔治悄悄跟了上来 还记住了他去的楼层 进而得知了他的家庭信息 佩奇的父亲是心理医生 诊所就是佩奇家 乔治为了多见佩奇一面 心理健康的他预约了心理诊疗 诊疗结束后乔治没打算走 而是偷偷溜进了佩奇的房间 贪婪地看着里面的陈设 忍不住上手摸着佩奇的东西 呼吸着女神留下的芬芳 最后还顺走了一个发家 我收回刚才说他心理健康的话 他确实有必要制止了 乔治继续着吃汗生活 每天除了盯着对面的舞蹈教室 就是把佩奇的发家放在手里盘 发家表示早知道烂场里了 但是就在某一天 佩奇没能按时出现在舞蹈班 因为他出了车祸 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成了植物人 乔治虽然难过 却也发现了机会 连夜去佩奇所在的医院当护工 可是一把好手 很快就成了金牌员工 在别人眼中 乔治是个胖胖的娘娘腔 因此他说自己取向为难 也没有人怀疑 乔治成为了与女神最亲近的人 一跃身居舔狗的金字塔尖 佩奇的所有事宜 他从不假手于人 每天给佩奇擦洗身体 按摩他的每一寸肌肤 从精致的脸蛋到细腻的大腿 乔治都不会忽视 连佩奇来立架需要清理 他也毫不避讳 甚至每天帮佩奇化好精致的妆 别说这眉毛画得真不错 乔治主动要求007的工作制度 他唯一的休闲时间 就是去看舞剧或者电影 他对此毫无兴趣 只是因为佩奇喜欢 看完以后乔治回到病房 给昏迷的佩奇描述画面和剧情 希望这能有助于佩奇苏醒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四年 没有人怀疑过乔治别有用心 直到佩奇被检查出怀有身孕 女孩任由男人掰开双腿 挤上泡沫后 用洗液仔细清洗 清理结束后 为他换上定制的绑带衣服 连指头都动不了的人居然怀孕了 下手的人就是照顾他的男护工 乔治工作确实也尽心尽力 清洗按摩打理发型 试试仔细 医院新来的植物人的男友 看见乔治这工作态度 简直是叹为观止 自从女友意外变成植物人后 他简直不敢看对方的脸 更别提如此细致的照料了 而且医生已经断言 女友醒来的几率不到千万分之一 男友的退堂鼓更是敲了又敲 对于乔治每天坚持和佩奇说话 他也觉得只是无用功 乔治却说你又不是植物人 怎么知道他听不见了 得知乔治早在佩奇出世前就深爱他 所以才无微不至照顾他四年 男人更是觉得匪夷所思 这放在整个吃汉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 在乔治的鼓励下 男人也不再那么抗拒植物人女友 还会和乔治一起带女友晒太阳 可就在某一天 女友的前夫来了 情敌相见本该分外眼红 但男人却没法开口感人 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一直于情未了 他不该在车里他应该在车底 连植物人都守不住的他决定离开这座城市 男人向乔治告别 即将分别之时 乔治却丢下一个重磅炸弹 他竟然想和佩奇结婚 这简直太疯狂了 但乔治声称他和佩奇关系很好 他们四年来从来都没吵过架吗 比一般夫妻好多了 废话 那也得吵得起来啊 男人让乔治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 让人知道了一定会惹上大麻烦 但他想不到的是 麻烦乔治已经惹了 而且比和植物人结婚更严重 原来乔治从一部电影中得到启发 觉得怀孕或许会让佩奇苏醒 为了让爱人再次睁开眼睛 乔治可以不顾一切 哪怕是伤害他 作为佩奇的护工 乔治的机会实在太多 植物人立甲异常并不罕见 加上乔治的演示 等医院发现的时候 佩奇已经三个月没来立甲了 小夫都已经微微鼓起 医院检查后确定 这个植物人真的怀孕了 待在医院的植物人竟然怀孕了 这简直荒唐又恐怖 医院紧急召开了会议 自然怀疑到了照顾病人的乔治 熟悉他的同事为他说话 说他人还怪好嘞 经常帮我们代班 不说还好 一说就发现 同事生病乔治主动代班 就伪造了病人的立甲记录 还说自己亲手给他换了垫子 同事必有事乔治又主动代班 顺势又隐瞒了立甲异常 导致女孩都怀孕三个月了才被发现 而且一个同事听见了乔治和朋友聊天 他居然想和病人配妻结婚 这下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有了嫌疑后取证不要太简单 毕竟DN不会骗人 等乔治的朋友得知这件事 已经是半年之后 乔治已经蹲巴离子去了 但朋友还是连夜从另一个城市打来 见面后他问乔治为什么要这么做 乔治却没有丝毫悔意 而且还心心念念怀孕的佩奇 让朋友帮忙调查他的情况 无奈之下朋友只好答应 乔治知道朋友无处落脚 主动让他住自己家 朋友走进乔治的房子 墙上挂着一张巨大高清的佩奇照片 乔治为数不多待在家里的时间 就是靠他抚慰相思之苦 朋友又走到窗前 那个曾经在这里 乔首以盼的男人进了监狱 但舞蹈班依旧没有改变 突然 朋友看到了一个身影 定睛一看竟然是佩奇 他连忙回头看向照片 确认不是自己认错了 那个被断言挠死亡的女孩 真的苏醒了 原来乔治的剑走偏锋 真的有效 佩奇因为分娩醒来了 目前正在进行复健 不久后就能完全恢复健康 但是他生下的是一个死胎 乔治的律师也得知了情况 但他也知道 如果告诉乔治实情 为了见佩奇一面 偏执如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到时候就是行上加行了 所以他让朋友隐瞒佩奇苏醒的事 只告诉他孩子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 乔治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是他第一次为侵犯佩奇感到后悔 但他们都想不到 隐瞒真相也无法挽救乔治的疯狂 仅仅是几天之后 朋友就得到消息 乔治在狱中自杀了 朋友马不停蹄赶去监狱 但已经太迟了 等待他的只有乔治的尸体和一封信 原来乔治饱受相思之苦 佩奇没能苏醒 更是让他无比愧疚 绝望之下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乔治没有家人 遗物都给了朋友 但里面除了一些遗物 就只有佩奇的一个发家 那是乔治眼中最珍贵的财产 朋友安葬了他 朋友知道乔治这近乎扭曲的深情 他想把一切告诉佩奇 可是看见女孩清纯甜美的笑容 他没有办法开口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份爱 朋友选择了坚口不严 让乔治的爱与他的尸体一起 深埋在那六尺之下 乔治无疑是深爱佩奇的 但这份爱就如同对植物人说话 无论他多么执着和真心 终究是乔治的独角戏 如同朋友反对他想和佩奇结婚时所说 在这段关系中 她是诗语的 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 只能接受乔治的 我是为你好 以被侵犯怀孕 诞下死因为代价 换来从昏迷中苏醒 乔治一厢情愿的努力 似乎在最终达成了好结果 但是对于佩奇而言 真的是一个我愿意的结局吗 慈禧第一次事情就被皇上咽弃 他一丝不挂地 被果成老北京鸡肉卷 抬进了皇上的寝宫 开始前功功间笑着告诉他 你要从被窝底下 钻进去 哦 单纯的他没察觉到不对 等皇上一声令下后 就紧张地从床角钻进了被子 却不知道这样的行为 犯了皇上的忌讳 他的脸色越发难看 更是没了怜香惜玉的心思 直接扑了上去 接着屋内传来慈禧的惨叫声 皇上对着这个不懂规矩的女人 压根没什么性质 他的事情不仅只有痛苦 还草草结束 属于技术时长两头不战 这还没完 皇帝一脸烦躁地叫来太监 让他们把床上的女人拖下去 此时还叫玉兰的慈禧不懂 这番对话意味着什么 天真的他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宠信 就能从此飞上之头 却没想到被几个太监带去了偏殿 一左翼又架住他 然后用木棍狠狠击打着他的后腰 把龙子玉被翼都打了出去 边打边给他灌下一整碗堕胎药 保证他绝没有怀孕的可能 完事后直接把他往地上一扔 原来因为玉兰不知道宫里的潜规则 没有提前贿赂公公 才被故意陷害 公公命人把玉兰拖下去清醒 等一切结束后 玉兰双腿间鲜血淋漓 他无助地摊在床上抽起 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本想找心爱的猫咪诉苦 却发现猫咪不见了 玉兰一下子慌了神 顾不上藤就起身找猫 他走出房门 突然看见院子里有一个正烧着的汤罐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玉兰一边喃喃着不会的不会的 一边慢慢走近 他抖着手掀开盖子 闯入眼帘的是熟悉的白色尾巴 玉兰一下哭了出来 声嘶力竭地叫着猫咪的名字 原来 楚秀宫的其他妃子嫉妒他第一个事情 为了泄愤 就把他的爱虫给炖了猫汤 这天之后 皇上把玉兰忘在了脑后 再也没召见过他 加上痛失爱猫 玉兰变得一蹶不振 每天一泪洗面 甚至宫里都传他已经疯了 不仅是奴才们在背地嚼舌根 其他妃子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一个妃子看见了玉兰 便以止气使地让他给自己梳头 他走出两步 见玉兰没有跟上 便自顾自地骂了起来 整天做白日梦 是不是你死猫上身了 谁料这句话压断了 玉兰理智的最后一根弦 他面色阴沉地推开门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咚咚 咚咚 什么咚咚啊 你别装傻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猫 玉兰的吉言利色 没有一点威慑力 妃子全然不在乎 一个失宠的女人 难不成还能把他杀了吗 谁知下一秒 玉兰抓起桌上的金簪就刺了过去 她被恨意冲昏头脑 一下下疯狂地扎着 直到妃子倒在血泊之中没了气息 她才恢复理智 动静引来了在附近的六王爷 但她并没有声张 还安抚住惊慌失措的玉兰 原来他们是就相识 而且两情相悦 奈何玉兰被选中入宫 从此萧郎是路人 六王爷淡定地帮她收拾残局 突然 玉兰的侍女经过 一下就被六王爷带住 她连声说着自己刚睡醒 什么也没看见 玉兰也相信她 让六王爷不要杀人灭口 可是等玉兰收拾起 沾满血迹的衣服被辱 然后丢进井里之后 却发现侍女已经被六王爷活活掐死 玉兰无法接受 她抓住六王爷的衣服不停摇晃 反复说着侍女不会出卖她 但是六王爷直接给了她一耳光 告诉她深宫之中谁都不可信 玉兰知道六王爷说的是对的 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善良没有任何用处 六爷临走前叮嘱玉兰 既然已经进了这身宫 就一定要得到皇上的宠爱 否则时刻有性命之忧 这是你的命 六王爷又把一块玉佩放进玉兰手里 让她有事就拿着这个找她 六王爷走后 玉兰紧紧握住那块玉佩 眼神慢慢变得坚定而锐利 刚入宫的玉兰已经死了 她将成为一代妖后慈禧 为了重获皇上的恩宠 玉兰假借回家探望母亲的名义出宫 然后转身就进了八大胡同 向行业顶尖的女技师学习 如何讨男人欢心 老宝拿来六个鸡蛋 在上面放上一个软垫 又在垫子上放上一叠名指 然后让资深女技师坐上去 只见她撑着身子扭了七七四十九圈 待到起身时 一叠名指居然成了规整的圆 而且垫子下的鸡蛋完好无损 这是八大胡同女技师们的绝活 能让客人们欲罢不能 欲来二话不说就想报班 老宝便向她传授起把握男人的技巧 妻不如妾 妾不如妓 妻不如偷 偷又不如偷不到 一言以蔽之 就是越得不到的越想要 如果一口就能咬到的话 就不会珍惜 而且 其实男人也喜欢甜言蜜语 但与女人不同的是 他们想听的是崇拜和彩虹屁 女人的死心塌地 也会让他们无比兴奋 所以要想捆住男人的心 不能只是像死鱼一样躺着 得主动一点 玉兰虽然听不懂 但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 玉兰没有踏出房门一步 和两位资深女技师 费寝忘食的学习 终于内术大成 接下来就需要一个机会 正逢倾庭内幼外患 无能的咸丰帝 只能寄希望于神佛 下令斋戒礼佛七日 但是她一向沉迷酒色 到第五天 已经是浴火焚身无法忍受 玉兰抓住机会 假扮成太监溜了进去 给憋得满头大汗的皇帝擦身 她故意笨手笨脚 顺利挨了皇帝的一个大鼻洞 她一下摔倒在地 一头秀丽的长发散开 玉兰跪在地上请罪 楚楚可怜地开口解释 自己实在太想念皇上 想得一顿都只能吃三碗饭了 为了见她一面才出此下策 你真那么想真 如果臣妾有半句欺骗皇上 就让臣妾来世做够 见小美人爱自己爱得死去活来 皇上的虚荣心顿时得到了满足 她没有怪罪玉兰欺君之罪 还轻易地碰了碰她的鼻子 然后就要在佛堂之上让她侍寝 玉兰便开始施展学来的魅术 表示皇上你来追臣妾 如果你追到我就让你嘿嘿嘿 这欲擒故纵让皇帝很是上头 就在满殿神佛的注视下 两人颠缆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从资深女祭师那里学来的技术很有用 从今天起这样的天天自豪 自从那一夜后 玉兰宠惯后宫 而且很快怀上龙胎 晋升了易贵妃 在宫中一时风头无两 七个月后 玉兰顺利生下了大皇子 再度晋升为西宫娘娘 可与皇后平起平坐 按理说玉兰已经得到了宠爱和地位 应当满足了 但她早已不是那个单纯的玉兰 易贵妃有了更大的野心 她想起在进宫之前 母亲带着她去算命 领千金是其命中其命 命中有一半 大富大贵 尊荣无限 不过这另一半 就是她命中犯客 客子客友 客家客国客民 我这女儿是我的 她一生出来 我就掐死她 后半段慈禧不在乎 只在乎前半段的尊荣无限 连皇后之位她也看不上 她不想成为一人之侠 而想要万人之上的皇帝宝座 咸丰十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腐朽的清廷毫无抵抗之力 大臣们也知道自家什么货色 劝说皇帝找借口丘恋 实际上是抛下北京去逃难 六王爷则主张死守 双方僵持之时慈禧开口 宿中堂 祸是你闯 现在你第一个建议要逃 总要有个人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见状宿中堂便给她扣后宫干正的帽子 指责她仗着是太子生母为所欲为 国家兴亡匹父有责 我一见小女子只是随便说说 宿中堂不必动气 但她显然有备而来 紧接着就建议让六王爷留下 全权负责金钟事务 婚又无能又惜命的皇帝一听 又能逃命又有人背锅岂不美在 毫不犹豫采纳了慈禧的建议 就这样皇帝带着一家老小逃命 任由北京被烧杀强烈 圆明园也毁于一旦 而慈禧出场掌握权力的甜头 一时冲动竟然偷穿了龙袍 她觉得这龙袍与自己是如此相缠 心中的欲望更加无法遏制 慈禧第一次偷穿龙袍 就被皇帝抓了个阵阵 秦皇二恕罪 臣妾已是糊涂 皇帝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第一次意识到 眼前的女人已经不是当初单纯的玉兰了 而是出路锋芒的慈禧 她知道慈禧对她的位置已有了觊觎之心 从这天开始 皇帝的病月发崇了 但慈禧在她心里的分量 却大大减轻了 皇帝眼看命不久已 正是要立太子的时候 她原本看中的人选是慈禧的大哥 但如今知道了慈禧的野心 皇后又天性善良心慈手软 一旦慈禧成为新帝的生母 慈安皇后别说制衡她 恐怕性命都要不保 宿中堂趁机建言 传为大阿哥可言 但要皇帝下令诛杀慈禧 皇帝最终取了个折中的办法 她留给慈安一道秘纸 如果有人对她不敬 她就可以凭借秘纸将其处斩 虽然没有明说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是为了防水 随后皇帝又单独留下慈禧 安慰她刚才那些话 都是说给大臣们听的 自己绝对信任她 事实上 皇帝知道凭借软弱的慈安 根本无力与朝中大臣抗衡 因为只能与虎谋皮 让慈禧对抗朝臣 而慈安牵制慈禧 但昏君就是昏君 她的帝王平衡之术根本不够看 皇帝前脚刚死 慈禧后脚就要联系六王爷 为了掩人耳目 她直接砸断小太监的胳膊 让她把心脏进断骨之中 借智商的理由回京传信 六王爷接到信后 马上与她联手 不多时就把反对 他们的朝臣清理干净 自此原本的三方格局被打破 慈禧与慈安共同垂帘听证 而六王爷则成了摄政王 六王爷又对慈禧马首是瞻 他终于能肆无忌惮地复仇 慈禧抓来杀死矮猫东东的丽妃 还烧了一大缸热水 慈禧已经权倾天下 也向欺辱过她的人负了仇 但她心中的权力和欲望 已经扩张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 为了牢牢钻住权力 她下一步就剑指慈安和六王爷 慈禧知道慈安心善又感性 这就是最好的突破点 她故意让人假装告密 说她要在慈安的汤药里下毒 等慈安赶去现场 却听见慈禧在佛像前前诚许愿 希望慈安能身体康健早日痊愈 然后拿出匕首 生生割下自己一块肉 因为据说用人肉做药饮 能够更好地发挥药性 慈安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被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几乎把慈禧当成了亲妹妹 那我们都是好姐妹了 她怎么会害我呢 于是慈安直接把保命的秘纸烧了 接着 她又喝下了慈禧血肉做药饮的汤药 结果她刚喝完 就腹痛男人倒在地上 眼看大功告成 慈禧也不再装奴做药 而处理六王爷就更简单 慈禧暗中让朝中大臣上书弹河 然后直接让他收拾东西去乡下喂住 六王爷从没想到 爱人竟然如此绝情 他对着慈禧的背影 再一次叫出玉兰的名字 却再也无人应答 慈禧执掌了清朝接下来的六十年 这个气数已尽的王朝 也更加水深火热 女人任由男人分开双腿 接着掀开她的衣服 将她的肚子露出来 用手指轻轻敲击肚皮 然后加大力度 揉按起皮肤下的膀胱 接着轻微的水声响起 莫伊尔在男护工的帮助下完成了排泄 对她这个曾经的女强人来说 这让她倍感羞耻 只能选择装睡来逃避 莫伊尔脖子以下的身体全部瘫痪 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 她的新护工是个男人 但是莫伊尔根本没得选 因为她自从瘫痪后就性情大变 她的喜怒无常和吹毛求疵 让人难以忍受 久而久之 即使莫伊尔开出再高的工资 来应聘的人也寥寥无几 这份工作最终落到了雷奥头上 她穷困潦倒棚头垢面 看上去连照顾自己都够强 但前护工急着走 莫伊尔只能同意 不出所料的 第一天工作雷奥就睡过头了 赶到莫伊尔房间的时候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 莫伊尔气得不行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对着她一通臭骂 雷奥匆忙洗了把脸 就端来饭菜为莫伊尔吃饭 吃完之后又给她漱口 莫伊尔说想看书 她就拿出木架和书本 把一根弯曲的木棍放在莫伊尔嘴里 让她用这个翻页 雷奥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沉默 哪怕在莫伊尔对她破口大骂的时候也如此 但是却出乎意料的温柔和耐心 还带着生疏和笨拙的动作 是满满的认真 这让莫伊尔让她有了改观 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 早上十点 到了给莫伊尔扣枕排泄的时间 雷奥拿着尿盆毛巾等工具走进来 脸上是男人掩饰的紧张 莫伊尔比她更尴尬 这是除了医生外第一个为她扣诊的男人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于是以打电话为借口打断 她让雷奥出去等着 但她打得根本就是个不好 终于 莫伊尔决定破冠破摔 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紧张的雷奥把方法忘得一干二净 粗暴地掀开她的被子 慌乱粗糙地完成了扣诊 雷奥这才发觉 这项工作没有那么简单 她萌生了退役提出辞职 老护工为了留住她 给她讲述了莫伊尔的故事 她本是个年轻有为的霸道女总裁 却突然遭遇了车祸导致瘫痪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未婚夫也离开了她 这样从天堂坠入地狱的经历 才导致她性情大变 她的所有愤怒 其实都源于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甘 听完之后 雷奥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因为她在莫伊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她原本是名声大噪的拳击手 退役后梦想化为了泡影 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 让她选择用酒精党安慰剂 每天酗酒度日 而莫伊尔比她更加不幸 却依旧没有彻底放弃 她觉得自己更没有堕落的理由了 于是她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还打算借酒开始新的生活 莫伊尔曾经和老护工打赌 雷奥不会再回来 对方的坚持大大出乎了她的意料 第二天雷奥出门买菜 发现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小男孩 雷奥担心地上前询问 可就在她支起身子时 却发现身后有一个爬手 雷奥猛地掐住她的脖子 但另一边 爬手的刀已经抵上了雷奥的脖子 她只能束手就擒 眼睁睁看着爬手抢了钱包扬长而去 没了采购资金 雷奥只能自掏腰包买菜 但她穷得叮当响 也只能买些廉价食材 其中就包括一条鱼 看着盘子里的美味的鱼肉 莫伊尔却破口大骂 为什么很多人从不吃鱼 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 都被鱼刺卡住喉咙 对于瘫痪的人来说这会更加严重 莫伊尔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瘫痪的她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咳嗽 一旦被鱼刺卡住很可能导致窒息 所以她瘫痪后就再也不吃鱼了 莫伊尔表示她就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吃这条鱼 雷奥没有发火 只是保证自己绝对把刺都挑干净了 坚持让莫伊尔尝试一次 打破持续了三年的一成不变的生活 雷奥插起一小块鱼肉 递到了莫伊尔的嘴边 终于她张开嘴尸下了 鱼肉的鲜美滋味在唇齿间爆发 莫伊尔真香辣 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甚至吃完还想吃 但雷奥却说 莫伊尔的尝试很顺利 但雷奥的戒酒却困难重重 酒精的戒断反应让她无比痛苦 她想用可乐对酒缓解 却根本咽不下去 因为酗酒导致的宿醉 她基本上没暗示到赶过几次 莫伊尔好不容易生起的一点满意 也被雷奥的屡次迟到消耗殆尽 莫伊尔听着这别角的谎话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马上让她说得了啥病 难不成是癌症吗 那自己吃息的时候一定给封个大红包 莫伊尔早就发现雷奥有酒瘾 阴阳怪气一番后直接戳穿她 警告她如果再迟到 那她就不用干了 雷奥知道自己的加大戒酒力度 在拿到第一个星期的工资后 她一反常态地没去买酒 而是给自己买了双心鞋 接着来到一家拳击馆 她重新拾起了拳击手套 对着熟悉又陌生的沙袋不停挥拳 用以宣泄酒瘾导致的烦躁和不安 她的技术引起了拳馆老板的注意 还让她偶尔指导学员 除了戒酒 莫伊尔还想让雷奥补补文化课 逼着五大三粗的前拳击冠军给她念书 雷奥第一次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接受了莫伊尔的要求 每天都给她念书 雷奥也希望帮助莫伊尔做出更多的改变 提出带她出去走走 但莫伊尔很惜命 觉得躺着才是最安全的 还说莫伊尔每天都醉醺醺的 让她带着自己出去 说不定门都出不去 在楼梯上就摔死了 对于莫伊尔加枪带棒的话 莫伊尔没有为自己解释 当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意 她要真想做什么 莫伊尔又怎么可能反抗的 莫伊尔自作主张把她带到了海边 莫伊尔也在一次真相 她看着久违的蓝天白云 享受着轻柔的海风吹拂过面颊 这是她许久没有感受到的轻松和愉快 接着莫伊尔又拿来一个木盒 里面是她收藏的各种酒 她要用这个和莫伊尔玩个小游戏 莫伊尔让她闭上眼睛 把一个个小瓶子放到她鼻尖让她闻 靠酒香猜测这些酒的原料 每次莫伊尔猜对 莫伊尔都不吝惜她的肯定和赞扬 这让莫伊尔觉得 自己似乎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废人 莫伊尔也在莫伊尔的影响下产生了改变 她主动提出出去走走 莫伊尔却说她想看书 莫伊尔没有因为被拒绝而生气 反而很是欣慰雷奥喜欢上了阅读 在每天的相处中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莫伊尔也不再排斥自己的瘫痪 甚至同意走进人群 她遇见了自己的老朋友 他们聊天时 雷奥就在远处看着 不打扰也不离开 莫伊尔一回头 就能看见她温柔的目光 终于 她决定正视自己的感情 男护工爱上了瘫痪在床的白富美 但她穷困潦倒 没有勇气奢望女人的爱 为了挣钱 她去拳馆兼职教练 谁曾想卷入了帮派斗争 被打得头破血流 为了不让莫伊尔察觉 只能让拳馆的女学员帮她请假一天 但她伤得实在太重 到了第三天才能下床 当她敢去莫伊尔家时 却发现她已经在面试新护工了 莫伊尔看着雷奥脸上的伤 既愤怒又心疼 但是她已经给过雷奥很多次忌讳 现在只觉得她屡教不改 让她非常失望 她阴阳怪气地问 这次旷工又是因为什么 难道闹钟晚了两天才想吗 听着莫伊尔的挖苦 雷奥只是不停保证 绝不会再有下次 但不管她如何恳求 气头上的莫伊尔 还是把她开除了 只是眼角不断涌出的泪水 还是出卖了她的不干 雷奥被莫伊尔赶出去后 再次买了一瓶酒 想像以前一样 借酒精麻痹自己 但她不知道酒壮怂人胆 喝醉得她迷迷糊糊走错了地方 等到第二天一早 莫伊尔一睁眼却发现 横头垢面的雷奥 居然躺在自己身边 她无比震惊 但嘴角掩饰不住的弧度 泄露了她的喜悦 这时新护工按时来上班 想把这个流浪汉一样的男人赶走 却被莫伊尔阻止 护工一脸看不懂 你们在玩什么的表情 还是转身离开了 莫伊尔看着枕边男人的睡眼 听着她的憨声 竟然觉得无比安心 但是等雷奥醒来 傲娇的莫伊尔又开始了嘲讽模式 雷奥这才意识到自己睡错了地方 虽然也觉得羞愧 但她还是抓住机会请求 让莫伊尔同意她重新回来上班 并且再次保证 她一定改掉所有的坏习惯 全心全意对待这份工作 接着不顾莫伊尔的反对 直接开始了工作 而莫伊尔也不依不饶 扎心的话一句接着一句 直戳雷奥的痛楚 突然雷奥扑到床上 莫伊尔的表情中带着心虚 自古直求客傲娇 她有些招架不住 先是与无伦次的否认 然后便带上了哭腔 她抱怨雷奥总是若即若离 让她控制不住幻想 却又永远无法安心 两人终于说开了 雷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但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 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雷奥继续照顾着莫伊尔的饮食起居 带她去草地打滚 不顾旁人一样的眼光 他们在大树下相拥 似乎不再是失败和残缺的人类 而是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 在微风中倾诉着爱意 男人草草结束 但已经没时间是第二次了 因为她的亲弟弟就在门外等着 该轮到她了 女人想抓住最后一点希望 我能只跟你一个人吗 男人表情中有些挣扎 但最终还是起身离开 我尔失魂落魄地看着她的背影 在来到这里之前 她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一女是二夫 我尔是牛花女 这是湖南偏远山村的一种习俗 家里娶不起媳妇的人家 就花钱租来山外的已婚女人 让他们来给光棍们传宗接代 生下孩子之后女人送回本家 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生母是谁 山里有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人 被称为牛子伯 我尔为了给肺劳丈夫治病 来到了这个教界母西的山村当牛花女 他一路上都盖着盖头 就是为了让他继不得离开的路 等到了村口 我尔才被允许取下盖头 他忐忑地问牛子伯 租他的事是什么样的人家 对方达到那家人只剩两兄弟 我尔又问是老大还是老二 谁曾想牛子伯却告诉他 他要服侍兄弟二人 两个男人伺候你 你有福了 我尔心想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他想让牛子伯换个人家 牛子伯却说 一家几兄弟共租一个女人是很常见的 因为山里人穷 全家凑一块也只租得起一个 而且生出来的孩子不知道是谁的 那兄弟们就能一起尽心抚养 反正都是为了家里传宗接代 谁的众都行 妹啊 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 我尔还是无法接受 坚持要换一户人家 那一辈 进了你男人口袋里的钱 就是板上的钉子 这板上钉钉的事 就不要再开了 接着直接让抬轿的人离开 我尔一个人走不出深山 又确实需要那笔钱 只能妥协 他盖着盖头走进了卢家 忐忑不安地等着这个特别的洞房花竹叶 卢家兄弟俩就在楼下院子里 老大把一个桃罐底挖出一个洞 两人约定好 往桃罐里装满沙子 从走进洗房开始计时 等沙子漏完 就换下一个人 长幼有序 老大先走了进去 老二就死死盯着沙漏罐 体贴的老大知道我尔一定饿了 于是特意给我尔煮了碗蛋花汤甜甜肚子 我尔也不假客气 他都快一天没吃东西了 就在他喝汤的时候 老大猛地掀开了盖头 两人对视了一眼都吓了一跳 原来我尔进山的时候就见过他 老大还帮他捡过帕子 这让我尔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 我尔被吓了一跳 蛋花汤都撒了 老大不仅没有怪他 还担心跪下帮他清理 眼睛却不错住地盯着我尔秀美的脸 接着老大顺理成章脱下了他的鞋 两人躺上了床 但老大近三十年来从没碰过女人 身不由己地速战速决了 我尔很体贴地安慰他 三秒钟已经很厉害了 可以再试一次 但兄弟俩约定的时间到了 老二急不可耐地敲逃罐提醒哥哥 老大不顾我尔的挽留走了出去 但他叫住了猴急的弟弟 而我尔也在想办法 忽然他注意到了桌子上有只蜈蚣 老二一进门 就急不可耐地脱衣服 我哥不行我可以的 来来来过来 我尔却伸出流血的手指 原来他故意让蜈蚣咬伤自己 老二马上开始找蜈蚣 我尔赶紧抓住机会叫来老大 他发现我尔受伤 二话不说抓起他的手 就要帮他吸出毒素 老二回头一看了 顿时觉得双目刺痛 哥哥你当心自个儿中毒啊 酸不溜溜说完这句话 老二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可是每天看着美丽动人的我 老二根本无法忍耐 女人正在清洗历价弄脏的裤子 身后的男人却直勾勾盯着他 即使我尔穿得严严实实 但偶尔露出的一小块皮肤 以及衣服包裹的风雨曲线 还是让没碰过女人的老二想路飞飞 对他来说 我尔是他们兄弟俩一起租来生孩子的 那服饰两个人就是天经地义 洞房花竹没他的份 第二天一早他就忍不住了 借口让我尔帮他洗头 先是摸手 被拒绝后也不放弃 而是直接摸上了我尔的腰 好在老大及时出现 他知道我尔不愿意 于是把老二叫走了 我尔知道得找个拒绝的理由才行 于是趁兄弟俩外出干活的时候 他去采了很多野果 这种果子的枝叶颜色像血 我尔就用这个假装自己来立架了 老大回家后看见了 又注意到眼神如狼似虎的老二 于是帮忙给我尔打掩护 我尔心知肚明 对老大更是感激 但是老二色迷心窍 在我尔洗澡的时候闯了进去 虽然我尔及时穿好了衣服 但老二还是把持不住 笨住他就要用墙 老大再次及时出现 我尔连忙走到老大身边 莫为男女人 而且我尔立架还没结束 他未免太猴急 老二理亏只能闷闷不乐地走了 这件事后 我尔更不待见老二了 连分包米都给他更小的那个 但老二不依不饶 总是见缝插针想要占便宜 偏偏这时候老大要出远门至少一个月 到时候孤男寡女 我尔可就躲不掉了 于是他一合计 索性对老大投怀送抱 求他带自己一起去 等回来的时机 我肚子里就有你的肿了 温香软郁在怀 老大虽然犹豫 但还是忍不住心里的悸动 和我尔钻进了船舱 而且我还拿出了母亲 留给他的护身符 让老大带在身上 这下更是让他情难自已 就在空气越来越火热的时候 猛的一声枪起 原来老二就在岸边看着 好一番心理挣扎后 才放弃对船舱开枪的想法 里面的两人吓够呛 什么心思都没了 晚上老大找到老二 要和他谈谈心 这末世还不能在家里说 难受 这女人是太怪了 天天在我面前晃扬 我就受不了了 这一下老大也面露难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谁料老二接下来的话 更是好家伙 把我给揍了 揍了以后 我就不会再有这个念想 说完他就把裤子脱了 把刀递给老大 老大当然不可能 把自己三弟嘎了 他亲手给二弟提上裤子 决定独自出远门 让瓦和老二待在家里 兄弟俩回到家 却没看见瓦的身影 叫了好几声 他才匆忙从后悟出来 神情非常不自然 兄弟俩心生一斗 又听见里面传来动静 便发觉里面有人 老二局起枪对准柴房 把人逼了出来 竟然是个男人 女人救了一个受伤的红军战士 对方不想暴露身份 只说自己是卖山货的 倒霉遇上了山匪 瓦儿却说自己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因为几年前 这个红军去他们村打过土豪 分了田地 但是红军一走 地主们就把田都抢了回去 瓦儿家还是一瓶如洗 丈夫得了劳病 为了凑钱治病 瓦儿出租了自己 给一家兄弟俩传宗接代 这是湖南落后山村的一种习俗 红军战士叹了口气 他没有指责瓦儿 不知廉耻自甘堕落 世道艰难 又岂是他一个小女子担当的起的 等我伤好了 我带你走条好路 租瓦儿的兄弟俩发现了战士 也相信了他是个收伤货的 两人不是什么坏人 收留他住下了 但比起战士所说的未来的好路 瓦儿眼下有更棘手的问题 老大独自远行 故意把空间留给弟弟和瓦儿 当晚 老二一刻都等不住 不顾瓦儿的抗拒 掐着他的后脖梗给他灌酒 瓦儿知道反抗是没用的 得志取才行 于是假装回心转意 笑意盈盈地和他喝了起来 老二色心猛眼 一碗又一碗酒下毒 瓦儿则偷偷把自己的酒倒掉 成功把老二惯得不省人事 瓦儿又躲过了一次 但是第二天一个坏消息传来 老大在行传时遭遇暗流 传毁了 老大也不见踪影 这下老二更是忍不住了 他家现在就他一个 瓦儿要想完成生子任务 就只能从了他 但瓦儿却还抱着一丝希望 或许老二还活着呢 老二管不了那么多 搂住他就要霸王硬上弓 好在红军战士推门进来阻止 我一直想跟你们说说 老二却一脸理所当然 他说山里人就是这样 一个父亲一个生子 都是老规矩了 老二根本无法理解 就像他不理解为什么 瓦儿只愿跟哥哥生孩子 他口口声声说喜欢玩 却总是不顾他的意愿强迫他 仅仅把他当成 谢玉和生子的工具 老大则一直温柔体谅 虽然租瓦儿生子 却一直尊重爱护他 两相对比 谁处在瓦儿的位置 都不会选择老二 老二不理解 村里其他愚昧的村民也不理解 甚至把瓦儿当成了扫把星 连素妹平生的男人见了他 也扭头就走 也不想瓦儿看不看得上他 但村里另一个 租不到女人的光棍 不在乎瓦克夫的传言 也想来奋一杯羹 趁老二不在家 他正打算用墙 好在被红军战士赶走 他又不死心 找到牛子波想让他说服瓦儿 作为报酬 他说出了一个刚刚得知的秘密 另一边 红军战士还在劝说瓦儿离开 牛花这个习俗说到底 以前还不是因为穷吗 就是因为他们的黑暗统治 让咱们穷人一代一代的犯不了身 战士刚说完 汉奸就找上了门 原来镇上张贴了战士的悬赏令 基于瓦儿的男人所说的秘密就是这个 牛子波为赏金出卖了这个消息 瓦儿和老二只能说 这是他们的亲戚 但汉奸头子不依不饶 就在危机关头 老大竟然回来了 他以信令保证这真是他家的亲戚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汉奸 瓦儿紧紧抱住老大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原来老大落水后被冲到岸边 奄奄一息之时被几个红军战士救下 他们正在那一块革命 帮助穷人翻身做主人 受到红军先进思想的影响 老大改变了主意 瓦儿听了 脸上满是感激 但是老二明晚不化 他不愿意让瓦儿走 晚上 老大再次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他们兄弟俩都是扭花女生下的孩子 从小就没见过母亲 这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缺憾 他不希望这样的故事在自己孩子身上重演 二七他们不能因为自己娶不到妻子 就去压迫无辜的女人 归根到底 这是贫穷的错 是世道的错 是压迫农民的统治者的错 我觉得老五刚说的对 这个世道可以改变 咱可以堂堂正正的去堂克 狗家一定会儿子满堂的 老二终于被说服了 当牛子伯跟他说 瓦儿走了他们家就会断后的时候 你才断后 装饰弄骨都是 兄弟俩决定把瓦儿送回家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国民党军队又找了上来 为了引开追兵 老二穿上了红军的衣服 一路跑进了树林 最终死在了追兵的枪下 而瓦儿一路追了过来 他没有离开 因为他刚收到消息 原来就在几天前 瓦儿患肺劳的丈夫去世了 连他几个月大的儿子 也被活活饿死 他无处可去 选择留在建母西 老大参了军 跟随红军队伍走出了深山 他让瓦儿等他回来 但是瓦儿等了几十年 也没有再等到他回来 后来倒是听说 卢大成了个大英雄 杀了七个敌人 才延期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瓦儿的红盖头掉进了水里 是瓦儿帮他捡起 而在老大离开的那天 瓦儿穿上一身红架衣 把那个红盖头放进水里 让他随着溪水 跟随着红军队伍的旗帜 离开这片大山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个女人做梦都想嫁给穷光大 但是她天生忘复命 男人只要娶了她 不是一夜报复 就是成为当红大明星 就算嫁给穷乡僻壤的农民 都能在家门口挖到石油 对此路易莎觉得万分苦恼 因为她的爷爷觉得钱是万恶之源 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下 路易莎不喜欢钱 她对钱没有兴趣 但妈妈截然相反 她一心想让路易莎嫁个金龟雪 过上一个煎饼果子 加十个蛋的奢靡生活 路易莎拗不过母亲 和全城首富的儿子相亲了 对方也算是以表堂堂 但在路易莎眼里 她就是个万恶的有钱人 同臭味都要从那骚包的 红色跑车里溢出来了 路易莎没个好脸色 富二代却一直笑脸相迎 而且这次相亲 还是她主动提出来的 她表示这个女孩好特别她好喜欢 他们开着车都说 一个不小心炸过了一趟 泥江见了路边一个男人一声 富二代连忙停车道歉 对方却一点不气 因为她的人生信条就是 对一切不幸笑脸相迎 别说只是见点泥巴 她已经要穷得揭不开锅了 每天还能乐颠颠的呢 她的乐观和贫穷 一下就吸引了路易莎的注意 她也觉得这个男人好特别 她好喜欢 于是路易莎找到机会假装偶遇 路易莎的借口稍显别角 却也实在可爱 两人在船上聊起了天 他们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坐着船在河面漂流 两颗星却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得知路易莎就喜欢过穷日子后 迈克向他保证 自己绝对不努力工作 能请假就绝不上班 能摸鱼就绝不干活 坚决贯彻落实少劳少的不劳不得 路易莎觉得自己找对了人 终于可以离肮脏的金钱远点了 他们结婚后真的过上了清平的生活 但就在某天 被横刀夺爱的富二代找上门 正好撞见路易莎家屋顶漏水 他被交了个透心良心飞扬 幸灾乐祸的富二代 马上举起相机拍照 紧接着就开嘲讽 说迈克这男人真没用 娶不起老婆就不要娶啊 这一下就把压力给到了迈克 他气急败坏地把富二代撵走 然后决定去找份证金工作 路易莎本以为他就是去当推销员 赚点小钱就算了 谁成想一发不可收拾 迈克迅速当上了金牌推销员 接着晋升了总经理 甚至开了自己的公司 穷光蛋翻身成了富一代 但他并不满足 为了赚更多的钱 他一天工作25个小时 全公司的人都被他累垮了 更是根本没时间陪伴路易莎 终于在连续加班一星期后 就这样路易莎成了寡妇 继承了迈克的千万遗产 路易莎面如枯稿 因为他除了肮脏的金钱一无所有 比起这种朴实无华的有钱人生活 路易莎更想要贫贱夫妻的真爱 而且很快 他就邂逅了第二个爱人 这个女人实在太忘符了 嫁谁谁报复 但路易莎是金钱如洪水猛兽 一心只想当穷光蛋 这天他偶遇了一个奇怪的画家 他除了一只会画画的猴子外一无所有 仅有的钱都给猴子福磊达琴老师买话剧 为了省然气费 他都是直接吃青菜蘸盐巴 但是猴子就是猴子 画出来的作品怎么说呢 对目前的人类艺术还是太超前了 乔治却觉得这是金饰剧作 乔治痴迷于自己的艺术 俨治痴迷于自己的艺术 俨然是金钱如粪土 这一下就击中路易莎那个星巴 他就喜欢不爱钱的穷男人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路易莎把所有财产留给母亲 自己和乔治住在狭小破旧的阁楼 一个月只吃得起一次婚薪 但路易莎甘之如頤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乔治不再让猴子画画 而是研究起了用机械臂创作 狭小的房间挤满了他的东西 一天到晚都是噪音 因为他要让机械根据音波画画 路易莎忍了 只要他不赚钱一切都好说 但是路易莎还是想挽救一下自己的耳朵 于是提出用唱片代替噪音 谁料这一换就出事了 在美妙的音乐控制下 机械臂仿佛艺术家附体 真的画出了好画 一副就卖出了高价 路易莎慌的一批 该不会又要报复了吧 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乔治因为机械臂作画一夜成名 不仅机身上流 身价更是翻了几番 路易莎离开了最爱的老婆小 住进湖边别墅 乔治更加沉迷画画 路易莎只能独守空房 就在这时意外再次发生 这天路易莎去工作室找他 乔治已经升级到用交响乐指挥作画了 结果机械臂突然失控 把乔治困在了中间 然后 于是路易莎再一次成了寡妇 又继承了千万遗产 她心如死灰 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但她没赶上飞机 幸运的是 一个亿万富翁也来晚了 她一个电话叫来了私人飞机 顺便烧上了路易莎 在飞机上 富翁不停地打电话 处理生意上的事物 路易莎不待见她 准确地说是不待见所有有钱人 在她眼里富翁就是金钱这个魔鬼的服务 但聊了两句路易莎却发现 富翁因为太有钱 对金钱地位都看淡了 根本没有世俗的欲望 平时也乐于享受生活 路易莎忽然改了主意 既然嫁给穷鬼最后都会报复 然后独守空房 倒不如嫁给这样的有钱人 不用赚钱 他们可以天天待在一起 于是两人一下飞机就结婚了 路易莎放任自己享受奢靡的生活 穿着奢华的礼服出入各种宴会玩乐 每天就是肆意挥霍 她还没放弃把富豪搞破产的梦想 但是路易莎的望夫体质实在太猛 富豪都以为是公司出了内鬼 路易莎焦虑地睡不着觉 不仅因为有钱 更重要的是 她担心富豪会像之前的两任丈夫一样 在她的望夫诅咒下死于非命 于是路易莎和富豪搬去了乡下 买了一个小萌场 努力把收入控制的温饱线上下 最好偶尔还能揭不开锅 路易莎终于放心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 就在富豪给母牛挤奶时 公牛看不下去了 一脚把她踹飞 富豪就这样领了和饭 路易莎第三次成了寡妇 这一次她继承的遗产足有好几个亿 悲伤的路易莎去酒吧借酒交仇 而就在这里 她邂逅了自己第四任丈夫 没见过这么忘夫的女人 只要娶了她 钓鱼老秒便霸道总裁 穷画家也成艺术大师 简直谁娶谁报复 但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点 报复之后容易暴毙 路易莎第三任丈夫死了以后 她决定封心所爱 下半辈子就当个平平无奇的单身富婆 但她发现了一个小丑 她的表演主打一个热情且尴尬 全场除了路易莎没人被逗笑 她却不在乎观众的评价 因为她很享受表演 只要她自己觉得快乐就够了 而且她还觉得 成为明星后 反而会成为粉丝的奴隶 她不喜欢那样不自由的生活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 就算穷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路易莎被她的乐观和清醒打动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她的穷 于是路易莎又结婚了 虽然过着辛苦的日子 但乐观幽默的小丑经常逗她开心 路易莎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就在她以为 终于可以和穷男人过一辈子的时候 诅咒还是生效了 一次表演的时候 因为时间来不及 路易莎主动建议她素颜登台 谁知道没了那些滑稽的装扮 她的表演反而赢得了满堂彩 路易莎本来还替她高兴 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她有了不祥的预感 不会吧不会吧 难道她又要报复了吗 果然 小丑一炮而红 马上登上了头版头条 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她忙着演出 眼里根本没有了路易莎 而且原本说不喜欢出名的她 现在为了不被抢风头 拍照都不让路易莎露正脸 紧接着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疯狂的粉丝涌向她 将她推倒在地 然后一个个踩了过去 她不仅成了粉丝的奴隶 还成了粉丝的地毯 路易莎第四次成了寡妇 又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她麻木了 决定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 但是因为数额太大 捐赠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不相信 还觉得她精神出了问题 把她送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一听路易莎捐献的数额 当场就晕了过去 而路易莎在医院偶遇了一个故人 竟然是当年相亲的富二代 原来她家破产了 现在只能当清洁工为生 路易莎非常羡慕 那些该死的钱 怎么时候才能离她远点 曾经的富二代杰克接着说 在失去所有钱后 她远离了那些富华 反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宁 她很享受现在穷苦的日子 路易莎觉得自己遇到了知音 她第五次遇见了梦中情夫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而且这一次 直到他们孩子都满屋跑了 两人还是穷得叮当响 路易莎无比珍惜这样的日子 一家人就这样平静地生活着 而在这一天 杰克的拖拉机陷在家门口的土里 她顾着看书没管 谁承想 轮胎越陷越深 直到石油喷涌而出 路易莎听见动静跑出去 这一看她就绷不住了 她哭成了泪人 妄夫诅咒又要生效了 但就在下一秒 两个工人赶来 原来杰克没挖出石油 只是弄坏了他们的输油管道 路易莎破涕微笑 兴奋地抱住杰克 路易莎的妄夫诅咒终于结束了 她如愿过上了普通且幸福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